下一行,因為I本來是1,前面部分是1,下一行變2,最後再換行,一直到9 所以你看,沒有幾行乘4,但是其實跑出來就很,就是我沒到的結果,就是馬表 這個就是所謂的朝狀迴決,那這一題是還蠻經典的 因為無論你是在任何語言都會考到這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等一下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這我等一下也會提供給各位sauce,你們再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還有所謂的那個這個基數,我想各位等一下再練習一下 主要在這個起始詞跟這個加2,比如說如果要基數的部分的話 那另外就是continue跟break,怎麼去做 比如說我今天我假設,再先講一下那個所謂的break break部分,那break部分的話呢 其實break用法,最特別就是說,它是直接怎麼樣 就把你的,如果你看這個在我們程式裡面有break的話 它就整個就跳離回圈了,就不跑了 如果看到這個break的話,等於就把這個回圈終止掉 那原來我的回圈會終止,基本上會看哪裡呢 看這個條件 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個條件怎麼樣呢 為force的話,才會跳離 有沒有,回圈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假如說這樣 假設我今天是,這個值是到200 可是我不要跑到200,我跑到99,我就想要停掉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回圈裡面加上一個判斷 如果呢 當I等於呢 它大於99的話 那我就想要break break之後的話呢 它就把回圈給停掉了 它就不會,應該理論上會 跑到200 可是它就怎麼樣 到99就跳離 所以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回圈也許你會跑到很大的值 可是呢 也許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中斷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回圈裡面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敘述 加一個這個條件的判斷 就是如果 當I大於99的話就跳離 所以我們直接執行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 理論上它應該要到200 可是 它到99就跳離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把這三行註解掉的話 那理論上它跑到200的話 應該加總是 兩萬多啦 可是如果加上這三行的話 有沒有 加上這三行 Ctrl 剛剛有同學來問 加註解很簡單 就是Ctrl加斜線 Ctrl加斜線 一個加一個減嘛 因為你那邊註解還非常容易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這個敘述呢 這地方加上去的話 它就只會怎麼樣 到99就跳離了 這個是break的敘述 我想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 把剛剛的 激素 偶素跟break 稍微練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還有那個99乘法表 那個潮狀的部分 那等一下 我也會把那個畫面 提供給各位 各位也可以 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盡量 不要看答案 自己可以把那個99乘法表 做出來 當然你這個 4回圈的話 當然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